詹姆士漢森 詹姆士漢森是哥倫比亞大學的教授 曾經在美國太空總署下的 哥達太空研究所工作46年 其中擔任所長達32年之久 他是氣候變遷領域的先驅者 漢森在1941年 出生於愛荷華州的一個小鎮丹尼森 父親是電農 生長在那個年代 有很好受公共教育的機會 但是一開始他並不特別積極 我從高學上升 如果你看到我的書籍 你會發現我查看了三個書籍 我沒有 所以我當時去學校 我必須接著 他後來進了愛荷華大學 主修物理與數學 當時並沒有特別對於大系物理學感到興趣 但是因為在1963年 印尼的阿貢火山爆發 在教授提議觀察月時時 目睹了全時現象 引發他對星球氣體的好奇 在博士論文通過後 引起了名教授 也就是後來得到諾貝爾獎的 詹姆斯·范艾倫的注意 我非常幸運 去歐亞華大學 那位教授 詹姆斯·范艾倫 一名的科技師 去探討了 在天空中的燃料桿子 我幸運 他有意見我 因為我是很傻的學生 我坐在前面的學校 漢森在艾倫教授的指導下 研究金星 主要是探討 為什麼金星的表面 會有這麼極高的溫度 他在加入NASA之後 提出實地以太空船 來勘察金星的計劃 然後把氣體帶回來研究 後來證實 金星是二氧化碳等氣體 圍繞導致高溫 也使她的興趣轉向地球 我們這裡有一個 我們眼睛的轉變 這就變得更有趣的地球 比Venus 而且更重要 因為人們在這個地球 漢森夫人清楚 記得那個時期 他告訴我 對不起 我可以不停地工作 我還要加上我的週末 你也要等待 家庭的項目 因為我現在都要花很多時間 在地球的項目 因為這就是我們的 研究院 一頭栽進地球研究的領域後 韓森教授是多方面領導者 他是最早用三維氣候模型 計算氣候變先的科學家之一 也率先邊轉全球溫度的分布 與韓森工作了12年的科學家表示 每個模型都能測試 全球的平均 但只有3D模型都能告訴你 温度比空間不同 例如一個地球和另一個地球 當時也有其他的科學家 用模型來推測氣候變遷 而韓森團隊與其他研究者 最大的不同在於 把實際增加的氣體計算進去 而最有價值的測試 就是和地球在歷史上 發生氣候大變化的因素做對照 這是韓森在NASA地球研究所時 最早期的實驗室 是用海洋底層的堆積物 來了解地球氣候變化的歷史 地球的歷史上最好的資訊 在過去的地球的歷史上 其實是由海洋底層的堆積物 因為海洋底層的泥土 的泥土 一直在泥土 在海洋底層的泥土 然後泥土都在泥土 但是他們有一個記憶 的情況 在當時海洋底層的泥土 所以我們可以改善 海洋底層的地球改變 在把模型推算後的結果 和地球發生氣候變遷的紀錄 比對之後 漢森對於得到的結論 非常有自信 因此在1981年 漢森發表了論文 這份論文明確地把人類 製造出來的二氧化碳 與溫度的上升的關聯性指出來 並且提出了三個 可能會發生的走向 他同時指出 如果溫室效應持續的話 在21世紀 將會出現四種現象 那就是在北美及中亞 會出現乾旱 西南籍的冰茂會溶解 導致全球海岸線上升 還有西北水道會開通 到現在為止 這個80年代的調查結果 仍然是它最主要的成就 它其實擁有了 這個架構 為整個問題 我們計劃 我們計劃 那麽,如果 你燃一下 所有的氧化碳 你會造成另一個 新種地區 從那時 我們已經在 進入了這些 和確認 我們計劃 1981 當然,這很重要 讓人們 解決 去解釋一下 他們的能源源 以及我們能夠使用物質的燃料 所以我們正在重新的預測 漢森的論文引起了學術界 以及政界的討論 他開始到國會作證了三四次 但是卻沒有受到很大的注目 一直到1988年 好的時機來了 所以我發現是很熱的冬天 我們在美國有大大的濃縮 所以人們會在地球上掌握著掌握 然後我知道這是機會說話 所以希望我們會掌握著掌握 我們可能會有更多的 1988年6月23日 漢森在參議院的聽證會作證 他以近百分之百的語氣表示 人為導致的溫室效應已經到來 這個強而有力的證詞 受到媒體廣泛的注目 第二天 《紐約時報》以頭版 報導了這個消息 大幅提高了大眾對於暖化的關切 這個人們的影響 特別是有很大的影響 在民間的影響 和在民間的影響 而漢森教授從80年代時期 與國會作證的內容 在不同階段 受到來自白宮的壓力 甚至逼他做修改 不僅如此 他直言不諱的作風 也引來一些同業 也就是科學家的質疑 讓我們來得到其他的資訊 從另一種研究 他們說 他們不值得多話 他就像不說 那些人 或是給他寫的寫 他會直接刺激 非常低落 但他很感受 但我非常感受 我還有良心 我可以 read 我能看到他感受 我看到他不太睡觉 这些东西 让我当时成为他的生命 90年代 韩森教授专注在专业领域的研究 没有公开对外太多的发言 2001年 白宫邀请他去做气候变迁的简报 韩森以为政府有心要采取对策 但是后来没有提出具体做法 因此他又决定开始呼吁全球暖化的问题 2006年 他在演讲时公开批评主政者 接下来马上受到来自上层的压力 白宫利用哥达研究所公关部门 企图掌控他对外发言 但是韩森不愿配合 韩森的强硬立场和他当了祖父有关 而原本只是用演讲呼吁的韩森 因为一个偶然的场合 转变成为身体力行的抗议者 是什么样的事件呢 有一次他在受邀到维吉尼亚理工学院演讲的途中 韩森的学生告诉他赖瑞吉普森的故事 吉普森在新维吉尼亚州的凯福特山有一间木屋 然后他决绝出售给煤炭公司 当时业者为了要获取煤炭 采取山顶移除的方式 在西维吉尼亚州的山区 用炸药把山的顶端部分去除 然后废弃物流到河中 严重污染水源 因此吉普森决定抵抗 这就是独特山的灵源 这就是独特山的水源 就是独特山的水源 我们在灵状中 我们有别人像李宇宙 站在山上 其实在危险 有些人 他们在他的房子 所以我认为了 去到这个抗议 上山洞的抗议 我们被判处了 接下来汉森陆陆续续地参加有关保护环境的抗疫 有一次是在白宫前念抗疫石油管线 总共被捕达五次之多 在转变成提倡与抗疫者的过程中 汉森还是继续做研究并发表论文 2008年他与一群科学家提出350ppm 是二氧化碳于大气中浓度的安全指标 这个标准后来在演绎气候 变清政策时常被拿出来讨论 事实上2016年的巴黎气候协议 设定在本世纪前全球温度上升 以工业革命前不多过摄氏两度 就是不超过450ppm的屏障 然后各国同意会向控制在1.5度C之内的方向努力 这就是汉森所提出的350ppm 2009年汉森出版了《我孙女的风暴》一书 美国前副总统高尔这样的维闻推荐 当历史记载了气候变迁的危机时 詹姆士汉森会被认为是呼吁采取行动保护地球 最有力量及最始终如一的声音 2012年汉森受邀TED TALK 主题是《为什么我一定要说出暖化的真相》 在演讲中他表示 如果不采取对策 有一天地球将无法被控管 引起很大的回响 但是事实上许多人不知道的是 公开演讲或对外发言并非汉森的本性 因为它是对他的自然 他必须在他的心理上的障碍 他必须在谈论 我会坐在这里 我会看这些话题 我会会受到痛苦 我会受到痛苦 但是他做了他的心理 让这故事更明显 无人会阻止他 2013年 汉森从歌达太空研究所退休 使他更可以无好顾之忧 可以全力倡导 以及呼吁全球暖化的议题 他在哥伦比亚大学地球研究所下 成立了气候科学 认知与解决的计划 网罗勒跟随他多年 在各方领域的科学家 会定期的聚会讨论 自从备受注目的参院作证 現在媒體大幅報導 漢森當初預測有多麼正確 引發錯失良機之感 而現在空氣中的二氧化碳濃度 已經到了408ppm 要是到了450ppm 那麼會發生無法想像的後果 你必須回到幾億年的年 找到450ppm 你會發現它是一個不同的地球 海洋線是非常不同的 海洋水平是15-25m 那會消失了美國的蘭州 和中國的大部分 對於漢森來說 最有效的減碳方式 就是針對排放二氧化碳公司或企業 徵收費用或是稅收 最重要的是 讓氧化碳濃度正確 因為問題拖了太久 現在除了徵收二氧化碳稅之外 還必須將二氧化碳從空氣中移除 雖然他認為還來得及 但是因為政府部門 一直沒有採取具體做法 解決全球暖化的問題 所以在大約10年前 一些人士開始有了走法律途徑來解決的想法 在這期間 漢森教授的長孫女蘇菲也長大了 在2015年 一群年輕人決定正式提起訴訟 希望用法律手段 來保障年輕一輩的未來 蘇菲決定加入成為原告之一 很困難 所以很有個性格 所以很具有關 惡靠、平衡 法律、自由度、保障、精力、自由、平放 能力 大約十年前 漢森是这群21位年轻人 控告政府的官司中 最重量级的科学家 也是有力地推手 他已经赢得了气候 便先祖父这个称号 他认为这个法律诉讼的重要性 不可言喻 我认为这就是 1954年 Brown vs Board of Education 这会终于政府 做了自己的工作 保护年轻人的权利 我们失败了时间 所以我认为 我们最早就赢得赢了 从很小就崇拜祖父的苏菲 到现在对于汉森的尊敬 没有任何改变 其实他们在一起 很少特别去谈暖化的严肃问题 但是对于接下来的发展 同感乐观 正因为年轻人对地球暖化议题的热情 所以汉森教授觉得 需要把问题讲得更清楚 他忙着写新书 书名叫做苏菲的星球 他这本书主要是希望 教育年轻人相关科学的知识 书中的开头 有给年轻人的一封信 四里行间充满了感性 甚至带有悔意 觉得或许当初他做得不够多 说得不够清楚 但是汉森夫人会这样告诉他 许多年前 汉森答应夫人在农场房屋前 坐一道石头的围墙 但是汉森教授只搬了一两块石头 计划就停住了 汉森夫人也不再催他 能够自己做的都自己来 因为他心中很清楚 汉森肩膀上 有一项无法推卸的重责大任 他们的生活和孩子的生活 都会被基于世界做正确的事 维拉布哈德兰拉马纳森 目前是加州圣地雅各大学 斯克里普斯研究所的教授 是一位在气候变迁领域 具有开创性的科学家 他出生于印度的清内 一个具有长远历史的城镇 世界最古老语言之一的太明语 就源自这个地方 童年最快乐的时期 就是在他祖父的农村度过 在12岁那年 以销售轮胎为业的父亲换工作地点 举家搬迁到大城市班加罗尔 新的学校是完全用英语教学 他一点都听不懂 成绩一落千丈 对他是一个重大的打击 我没有理解他们的意思 所以我必须自己学习 我会回家 做在我心里的思考试 在科学和科学 它把我放在那种状态 不在听到别人 我会为自己的事情 工程系毕业之后 他在一个制造冷冻系的工厂工作了两年 发现并不适合自己 然后于1970年24岁的时候 决定去美国深造 当初想去美国 主要是追求好的生活 但是没有想到跟随的教授 突然改变研究领域 从工程跳到星球的气体科学 之后他在NASA的来历研究中心 得到一个博士后研究的位置 然后一个出自很偶然的机会 就是他想到了在之前 与冷冻系工厂工作时 注意到用于冷冻用途的CFC会外泄 进一步研究之后发现 居然具有极大的温室效应 他当时没有任何的背景 主要研究也不是地球的气候 他想绝对不会有人相信它 没有想到科学期盖 真的登了这篇研究论文 那时的拉马纳森刚结婚没有多久 他经家人介绍认识了有相同出身背景的印度女性 把他带来美国并且将他融入到他科学的世界 他带回家我们去NASA公园 去旅行途 他很感興奋 因为他那天的纪录片会出门 我还有一个照片 拉玛納森 这个在1975年的发现是突破性的 因为从1895年 第一份二氧化碳影响气候变迁的论文发表之后 主要的研究都集中在二氧化碳上 从1895年到1975年 这项发现引发了国际间对此议题的关切 纷纷着手以实际法规来限制浮绿碳化物的使用 其中最著名的就是1987年的蒙特勒公约 在发现CFC之后 他开始想一个问题 那就是到底什么时候地球会侦测到暖化的到来 在1980年和其他科学家发表了论文 之后他把新力放在推动发射气候卫星上 在卫星中装上辐射几量器来侦测 把各种气体量化 然后他开始对云感到兴趣 云有降温的效果 但是云同时也有温室效应 那么到底哪一个影响比较大呢 他开始研究到底形成云的主要成分是什么 然后又进入了一个完全新的研究领域 拉玛纳森夫人知道其中的艰难度 有一次他在上空做侦查 拉玛纳森注意到太阳光射到海面的强度 比模型计算出的要低很多 他怀疑这是否是因为受到气体的干扰 因此在90年代 他决定领导了一项大规模的实地勘查 所以我发现有疑惑 是因为有些东西被吞吻了空灯 所以想知道这些东西 我们决定要去沿吻的海岸 就是阿拉伯的海 而这样的计划需要多国的帮助与合作 因此需要很强的领导能力 和拉玛纳森合作过的加州大学圣地雅各分校 化学及生物化学教授马克希曼这么表示 它组织七十八国国公司 加上三国公司 可能两三颜船 船船船 船船 楼架空 楼架空 然后它是一种大学生物 而只要组织一些这样的事 我们不生在学习这些 阿拉伯很正常的主持人 他能够改变它 它组织好 大家都知道很多的科技 这项实地勘察的结果 发现了在东南亚上方 有一大片褐色的云层 没有人能预测这些 它变成了世界上的灰色 为了进一步搜集资料 他还发明了用无人机的方式 来侦测云层 可以纵向及横向交错 等于用一个立体摄影的方式 来分析云 这也是他的创举 他已经证明在气候变迁领域 是一位具有影响力的科学家 到60岁之前 对他来说暖化的问题 都只是科学上的问题 但是后来他完全改观 为什么有这样的变化呢? 2007年1月 潘基文刚当上联合国秘书长 他邀请了拉玛纳森教授 向来自世界各国的高中学生 讲解地球暖化的问题 演说结束之后 一位来自非洲十几岁的女学生 屈前向拉玛纳森问了这么一句话 这位女孩的问题 像是一个警钟 事实上她的心中 已经开始慢慢发生变化 在发现荷色云之后 每年都回到印度洋搜集资讯 也等于把她带回到她的故乡 她感受到事物 都是连在一起的 因此开始让她认真思考 气候变迁带来社会不公的问题 然后在2007年 她开始着手推动太阳的计划 想要帮助印度妇女使用干净的能源 而真正让她感到责无旁贷的 却是在梵蒂冈 2004年 当时的教宗若望保罗二世 亲自邀请拉玛纳森 成为宗座科学院理事会的成员 之后每年都会去梵蒂冈开会 2011年 她组织一个研究高山冰川融化问题的会议 写书之后在写宣言时被加入了一句话 就是人类需要保护地球 然后绝佳的机会来了 教宗风济各上任 对于贫穷者权益特别关心 在2014年 她有两分钟向教宗报告 全球暖化议题的重要性 她临近一动这么说 60%的灵状 是从最富有的1亿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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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亿 教宗听了之后会问 那你觉得我应该怎么做呢 我告诉他 你看 你看 你成为世界上的理想 人们会听到你 所以请求人们 成为世界上的理想 我们不能继续这样 那就是 六个月之后 教宗针对全球暖化发炎影响深远 对于科学家来说 要接触宗教人士 谈气候变迁的议题 其实一点也不容易 由海洋学爱因斯坦之称的华特穆克 同时也是拉玛纳森的好友 参与了在2014年 梵蒂冈科学年会 我不肯定 我是最有效的 人 去谈谈教人士 我太不谈教人 但我对他的努力尊重 姆克专门研究海平面的变化 在早期 曾经帮助诺曼蒂登陆而闻名 我认为了远多少 brutal点 过周全球 当我到了 Under ng梧 十字眼 像地方 梯称 参与 五 millimeters a century, it's not much, and it's gone up to 30 millimeters and more a century. And there's a real problem of how the present civilization will survive under those circumstances. And Ram has devoted his last years of life to try to make that possible. 拉玛納森对于科学上的执着与热情感染了家庭. 他有两位女儿,一个儿子. 儿子也在加州圣地雅各大学工作,主要是脑神经研究. Earlier on, it was his passion for science, you know, and it was something that he would be so excited about, the discoveries he would make. And it was something that as a kid I wouldn't understand necessarily, but he would always, he would always, even as a young age, try to explain what he did and make it interesting and make science so interesting. And what he did so interesting, that it was kind of natural for me to grow up and think, oh, I want to be a scientist like my dad. 儿媳妇和儿子在隔壁的办公室,因为拉玛纳森的关系,夫妇特别关注地球暖化,带来心理健康的议题. 很多社会都被离开了现在,在加州的灾热,在加州的灾热,在世界中的灾热, 我们怎么能够更加准备来与未来的健康的健康的健康, 会很严重地影响到的气候的改变。 喊家人聚在一起时,谈的很多都是围绕在气候变迁问题上的脑力激荡。 拉玛纳森的两位女儿住在洛杉矶,也都投入她所推动的太阳计划, 帮助印度妇女使用太阳能炉具。 大女儿成立了一个分引力机构,主要是运用科技来追踪使用状况。 小女儿则是到当地实际搜集资讯, 而与要求完美的父亲工作一点也不容易。 能够ctic 아까十年度发展还是有意 now的 tough 时间, including在那段时间的创 fog没有。 因为我已有恩惠,因为我会 Пoc qwer değil美的和我では在那时候, 从何居应该有 secondo从未来的实 Cow的果实力, 那时候你具体积of的地位和决定证划? 你们真的必须 接受人的事情功缓寻准。 而最让他开心的就是 和他的孙子们玩傻 最喜欢的游戏就是摄飞镖 他非常地同心为敏 常常与孙子被一玩 就是好几个小时 不止如此 还会用各种创意 让小朋友了解地球暖化的议题 告诉我什么 你和我做过的研究 我学过研究 研究不太多 它是在我们的所有东西 而且似乎 90%的所有游戏 都在研究研究 你给我做了一个小课 所以我会教我 author 如何所有的世界都跟着 技术的测试水 变成到河 创造大雨 它很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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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讓拉馬納森的大女婿 喜驚訝又驕傲 你所教的東西 我認識的原因是 因為它很冷 所以我們都在嘗試 缺乏工具 很好聽 對於夫人來說 拉馬納森有一項 最不可思議的成就 我一直都很驚訝 他會記住 我的生日和我們的祝誌 他一直在早上祝我 忘記了 他一直有一個卡 他寫著好東西 他也很友善 沒有人會知道我 除了我 或許外泄不了解的是 在和家人相處時 他才能真正忘記殘酷的現實 最小的孫女還不滿一歲 拉馬納森抱著她 就會特別開心 也讓她更加擔心 後輩的未來 但是她決心要把擔憂 轉化成正面的能量 我有時會感到 當我看到這些 但是我感覺 我現在給了一個 不好的訊息 我必須將這些 解決方式 希望和希望 和希望 從年輕人 改變要從之下 唐獎 在2018年 决定把永续发展的奖项 颁给詹姆斯·汉森 以及拉玛纳森 这两位在气候变迁 研究领域中的巨拨 这对于两位科学家来说 具有不同的意义 对汉森来说 唐奖的这笔奖金 来的时机正好 因为他在地球研究所的计划 必须靠捐款 但是尽管在这个领域中 名气这么大 但是寻找经费却不容易 因此获得这个荣誉 可以让他暂时获得 喘息的机会 得以专心地写作 我希望以后几个几个月 以后几个月 这就是我说 一对汉森的奖项 是让我专注于那些 因为它帮助我的群组 几个月 所以我没有必须去 找他们的支持 9月下旬 汉森西同夫人来台领取堂奖 在致辞时 他除了提到 帮助年轻人 了解科学知识的必要性之外 还强调主政者的责任 我写着《Sophie's Planet》 两个四个年轻人 我会做我的最好 让它使用于他们 决定 我们的决定 都在决定上 我们的行动 我们的决定 决定 但是 它是重要 判断 决定 我们的决定 决定 确认 决定 不足够 生于美国中西部的汉森 是一名勇者 他有如一个避雷针 就是他为了保护事实与真相 不怕留言与批判 愿意挺身而出 不管遭到什么样的打击 仍然勇于挑战权威 毫不妥协 我认识 我妈妈很坏 她很坏 她很坏 帮助七个孩子 所以我认识 我从她的坏 生于东方的拉玛纳森 有如一位苦行僧 对于主政者努力提供建言 他受到加州州长杰瑞布朗的信赖 集合了加州大学所有分校 共50名教授 一起推动了一个名为 曲线弯转气候变迅解决的方案 而其中最重要的是社会的转化 我正在做一个课程 叫做《气候解析的课程》 这是一个公式的课程 我们有最高的课程 在课程中 把解析的课程中 解析的问题 在各种角度 社会的变化 政府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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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在全十个地区 现在我们在区域变化 到国家的课程中 然后我们想要 帮助其他国家的课程中 对于得到唐奖 他有非常深的感动 我已经获得了很多 认识 但第一次从 Asia 它就让我 有什么内容 因为那是 我生成的地区 我所生成的 我将使用这个认识 去取得到 解析的解析 和解析的解析 其他国家 中国 印度 澳大陆 澳大陆 对吗 因为我会说 我会变化 我会变化 拉玛纳森一家人 包括他的夫人 及子孙辈 都来到台北 分享他的荣誉 他在演讲时 特别提到 和台湾的合作 拉玛纳森 相信个人的力量 可以改变世界 如果你回到历史上 是一个人 和人 做了改变 而不是政府 而不是领导 而不是领导 对吗 我从我自己的人 到印度 到 和一人 和一群 和一群 一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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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将致力于 把科学政策 医疗界 以及宗教界 结合在一起 至于他自己 可以抛开 个人信仰的不同 苦口婆心地去劝说 我现在在教育中 我去了 尔玛哈 尔玛斯加 在冬季中 700个人 有希望 能够从 巴特曼 我们不能只 等待 他们需要 我们的支持 然后他们会做 2018年的 10月8日 联合国旗下的 政府间气候变化 专门委员会 发表了报告 指出 如果按照 目前暖化的速度 预测将会 提早在2040年 全球平均的气温 就会比工业革命前 上升涉事 1.5度 如果一旦超出这个范围 人类将会有重大浩劫 这份报告彰显出 这两位科学家 长期以来 在研究上贡献 以及在社会上的呼吁 有多么的重要 虽然这两位 祖父级的科学家 作风不同 但是他们都朝同一个方向 在努力 就是希望留给下一代 一个可以永续经营的土地 这个我们称之为 地球的地方 是 是 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